之前很多朋友问我们关于这个 ProDual D66B 的消息 因为之前讲了这款车会在这个 2024 年的上半年发布 可是现在 4 月都过了 然后还没有消息 那么这款车现在有什么情况呢? 今天呢 影片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关于这个 ProDual D66B 的信息啦 然后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每天开车的朋友 你千万要注意你的电池的健康状态 一旦电池损坏的话 就会造成你的不变 那么电池损坏的征兆有哪一些呢? 第一点就是你的大灯 如果说你的大灯会突然间变暗 或者是大灯开启之后呢 一直闪烁 那么这个就是电池损坏的征兆之一 第二点就是你的车子引擎会很难启动 再不然就是你启动引擎的时候 会有那种嗚嗚嗚嗚的神经 如果说你的电池完全损坏的话呢 你的车子就是直接start不到 那么第三点就是因为这个电池的健康状况不佳 导致电压不稳 导致你车子的部分功能可能无法使用 以上的三种情况之一 或者你全部都遇到 那就代表着你的电池可能要坏了 如果说你的车是有Auto Start-Stop System的话 你不更换电池情况可能更糟糕 这款电池是专门为有Auto Start-Stop System的车款而设计的 当然如果你的车没有Auto Start-Stop 你也可以使用它 它可以提供你更长的使用寿命 而且它的电流输出也更加的稳定 那么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Bosch Battery的相信 可以游览Bosch的官网 或者前往这个Bosch的经销商啦 那么最近就有网友跟我分享了一张信息表 上面是关于PRODUAL D66B的信息 包括它的车身尺码 包括它的价格等等其实都有 那么我想让大家最好奇的就是它会卖到钱 根据这个信息表之处呢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预计售价会从7万3千块起掉 如果我们单纯看量B-Segment的SUV的话 这一个价格确实真的是很惊人啦 那么在详细的配备上面又如何呢 其实这一款车呢大家都知道呢 它是这个TOYOTA YARIS CROSS的这个铁牌车款啦 那么TOYOTA YARIS CROSS呢 我之前也在这个泰国的车展呢 亲自体验了这款车 就跟大家来讲讲我对它的这个感想 首先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讲着呢它确实让我有惊艳到 因为其实我看这个照片的话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辆车的 可是当我去看这辆车的实车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其实它的外观设计还蛮精致的 最起码会比起Vios精致很多 尤其是它的头灯组呢内建的这个灯源组 让它整两个看起来很有神 我觉得呢这辆车的外观设计 可能讲不起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fashion 但是它最大的卖点就是耐看 然后至于在车尾的部分呢 它就有点迷你RAV4的感觉 那尾灯组真的很像RAV4 而且是全LED的灯源 包括它的Reverse Turn 还有它的Signal全部都是LED 这一点是蛮难得的 然后最特别的点就是它竟然有PowerWord 我们都知道呢Produa或者是这个Toyota呢 基本上是不会在这种入门车型上面呢 采用这个PowerWord 但是哦 泰国版本的Virus Cross竟然有哦 所以我相信呢 马来西亚版本很大概率也会有这个配备 但是呢 就是出现在这个顶配的版本而已啦 那么在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就跟大家猜测一样 其实它跟这个Produa一些车管 还有Toyota Vios 其实类似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有什么特别的点 特别的点就是它的组装工艺其实还不错 还蛮solid一下啦 但是你讲要高质感的话 并没有它就是中规中矩而已 当然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中央的触屏主机 升级到了10寸 如果讲以一款在售价马币10万里面的车子呢 给到那个大的触屏主机 我觉得视觉效果还不错的 而且呢它会支援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在整个中控台的上方呢 它也是有一条蓝色的线条做点缀 所以一开始你会以为它是氛围灯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啦 另外呢像是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跟数位化仪表 你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得到 然后另外呢这台车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它配备了完整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也就是Produa的这个ASX 3.0 又或者是Torota Safety Sense 像是这个Stop&Go的ACC 然后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 你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得到 另外这台车没有意外的话呢 它全车系会有6个气囊可以选择 所以它的安全性的部分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如果讲到安全性的话 肯定下面会有comment讲 诶?Produa跟这个Daihatsu 之前不是有这个撞击测试造假风波吗? 当然这一次延期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跟一些相关人士了解到呢 其实Produa跟Toyota 他们都在积极的重新测试 这一款车的安全系数 而且在日本方面呢 这个日本的政府 还有相关的第三方测试机构呢 也已经确认了之前涉及数据造假的车款呢 在实际的安全性上面 跟他们宣称的并没有差别 所以日本政府已经放行这些车款开始销售了 而相信因为日本政府的放行的话 Produa 的这个D60B 或者是Toyota 的Yaris Cross 应该也会很快的跟我们见面啦 那么要讲到它的引擎配置了 因为其实在Yaris Cross上面呢 是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的 分别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这个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大家已经很熟悉啦 在这个Veloz 在Elza 然后在这个Vios上面都看得到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4HP 峰值扭力表现138Nm 匹配这个DCVT的变速箱 讲老实话 这个动力表现中规中绝啊 而且我看到这个泰国版本呢 采用的是18寸的轮圈 所以我就有一点点担心了 但是这个混合动力版本表现还不错 根据泰国媒体亲自测试这个Yaris Cross的混合动力版本呢 它的0-100加速其实是在11秒里面 同样的没有很出色 但是对于一般的日常驾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不过根据相关人士指出呢 Produa的版本只会有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并不会有混合动力版本 混合动力版本是Toyota的专属 那么Produa什么时候才会混合动力车款呢 在这边跟大家讲讲 2025年你一定看得到 很多网民都讲Produa的车子用来用去都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是没有错的 但是Produa的车子从来都不是主打性能 它主打的是一个皮实耐用 相信只要你是开过Produa的朋友 或者你是车主的话 你应该都会明白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最起码它不会让你三天两度跑Service Center 我自己本身也曾经是一个Produa的车主 我对Produa的耐用性确实是赞于有加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它最大的卖点 没有办法去吐槽啦 这个1.5公升的引擎虽然没有什么动力 但是最起码它并不会给你太大的烦恼 而且讲真的如果是讲这个传闻的价格 7万3千块是真的话 那么这一款车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我觉得它应该又是一个要等半年以上的车子 而且据说呢最新的发布时间会落在 在2024年的8月份 那么我们就看下Produa或者是Toro大会不会给我们惊喜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